大家好,我是汤圆,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风流教授的案件。 大厂启人,1935年出生于靖岗县的周治郡申丁,父亲是烟草贩卖所的所长, 因为父母患有疾核病,所以大厂很小时就被送到了亲戚家抚养, 后来又被过寄给了东京的一户人家做养子,养父是做墙面和地板装修的, 住在东京都的葛市区,后来大厂去栗木县的语读公式上了初中和高中, 毕业后进了历教大学的文学部,足攻英美文学。 1958年,大学毕业后他进修了修士博士课程, 在修满博士课程学分后他就退学了, 在历教大学的一班教育部做了一名讲师, 之后他认识了一个叫淳子的女孩, 两人谈起了恋爱。 淳子出生于东京都木黑区的大岗山, 家境很好,是大厂的学妹, 比大厂小五岁,也是英美文学毕业的。 可淳子的父母觉得大厂的出生不是很好, 所以不是很喜欢他。 淳子不过父母的反对,和大厂结了婚, 还生了两个女儿, 并搬到了东京都封岛区南长崎三丁木的一处公寓。 1967年,32岁的他晋升成了一班教育部的副教授, 专门研究19世纪的美国文学, 特别是亨利·赞姆斯的文学著作。 因为年轻,学校和身边的人都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 大厂是个性格内向话不多的人, 说话还有些结巴, 但因为年轻, 很多女学生都主动靠近他和他约会, 校园里很多他的桃色绯闻。 1969年,大厂带了一个叫关金子的学生。 关金子二十岁,出生于山里县的贾府市, 父母经营着一家无福店, 生意不错,所以家境也很好。 他还有一个弟弟, 弟弟是读写大学的学生。 姐弟俩都介绍在东京都北区十条的一个亲戚家里。 金子不仅长得漂亮,学习也很好。 两岁随着接触的真多, 慢慢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他们经常去酒店约会, 有时候还会借助林教授位于霸王子市浅水的别墅约会。 林教授是大厂的老师。 1973年, 梁的关系就这样持续了四年, 金子已经二十四岁了, 父母希望他毕业后能够回山林县就业, 留在父母的身边。 但金子为了能多和大厂在一起, 故意拖延了提交修士论文的时间。 这一年, 妻子察觉大厂的行为很可疑, 便偷偷跟踪了他, 发现大厂居然和女学生约会。 妻子很伤心, 试图结束了自己, 但没成功。 他要求丈夫和金子断绝来往, 不然就离婚。 大厂犹豫不决,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也是这段时间, 金子跟大厂说自己怀孕了, 大厂更加崩溃了, 现在的状况已不是一句分手就能解决的。 大厂用金子给他点时间想想, 金子同意了, 可大厂迟迟不给他回复, 金子焦急万分, 并且因为患有霍奇精淋巴流, 身体状况不好, 就回山里县的父母家做了修养。 1973年7月19日, 金子来了东京, 因为他要去清印艺术大学病院做定期治疗。 这一天, 他和弟弟去新宿的鞋店买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当晚在亲戚家住下。 第二天下午, 金子跟弟弟说自己要出门见个朋友, 可能会晚点回来。 接着他去了新宿和大厂会合, 大厂把他带到了八王子氏林教授的别墅里, 趁金子不注意, 大厂将手伸向了他的脖子。 金子没了呼吸, 之后大厂在别墅附近挖了一个坑。 做完这些, 大厂冒窗金子给父母写信, 说自己要去旅行两周, 让父母放心, 并在新宿邮集寄了出去。 晚上11点, 大厂联系了研究所的女职员A, 让她到池袋车站附近的一家料理店见面, 说有事找她。 A是大厂的好朋友, 大厂和那些女学生的事情A都知道。 平时要是和哪个女学生有矛盾了, 大厂就会找A给她出主意, 这一次也不例外。 大厂说, 我把金子的事情做了个了断, 用你想不到的方法。 什么方法? 金子想不开, 做啥事了吗? 大厂没有说到底对金子做了什么, 只说如果有人问起, 你就说今天下午都和我在一起。 大厂让A给她做不在场证明。 7月21日, 大厂要参加林教授举办的一个围棋同好会, 去了热海。 A觉得大厂是不是对金子下了手, 所以才找她做不在场证明。 A越想越觉得不安, 于是找到了大厂的前辈, 英美文学科的松本副教授。 松本和大厂都是林教授的学生。 A跟松本说了自己的想法, 松本惊呆了, 如果大厂真做了这样的事, 那可不是丢了工作那么简单呀。 松本拿不定主意, 于是联系了大厂的同年级同学, 川崎, 川崎现在是一家专科大学的副教授, 梁彻夜商量了此事。 7月23日下午, 大厂从热海回来了, 松本和川崎找到了大厂, 跟他确认了A说的事。 大厂承认了, 川崎建议他去自首, 但大厂却说, 都到这一步了, 我有什么办法, 就让剩下来的人好好过吧。 松本和川崎听后都语色了, 川崎想到大厂的妻子, 也是他的学妹, 前一段时间才因为大厂出轨差点想不开, 现在大厂又做了这种事, 他妻子知道后肯定会受不了的, 于是决定再看看情况, 所以他们没有通报学校和警察。 这一天, 金子父母收到了大厂冒充金子写来的信, 他们觉得女儿突然说要去旅行, 虽然有点奇怪, 但总算是有了消息, 不过金子身体不好, 父母有点担心他的健康。 又过了一天, 孙本带着去劝说大厂, 大厂却说, 金子这么爱我, 他肯定也同意我这么做的。 那, 要是你女儿以后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你也同意? 我肯定不同意啊。 松本听后无言以对。 7月25日, 大厂跟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带着妻子和孩子去了千叶县的海边玩, 并打算在那里多住几天。 可是第二天因为和妻子吵架, 自己一个人先回了东京。 晚上, 他约了川崎去三病区高云寺的一家酒吧喝酒。 川崎又开始劝说他, 可大厂还是不愿意去警局。 7月29日, 大厂去了八王子室的别墅, 把金子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之后他联系了松本, 说我已经把金子转移了, 绝对不会有人知道的, 并且拒绝去警局。 7月30日, 金子的父母又收到了一封信, 上边写着, 在游船上给你添麻烦了, 带我向你男朋友问号, 大扮驢子。 信里面还加了两万日币的现金。 1973年, 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五万七千日币, 一下寄了两万日币过来, 父母有点吃惊, 觉得女儿是不是认识了哪个有钱的男朋友一起去旅游了。 不过当时的思想还没有那么开放, 还没有嫁人就跟别人到处旅行, 说出去可能要被别人说闲话, 所以父母没有跟学校说, 也没有报警什么的。 也是这一天, 大厂亲自去了一趟金子的父母家。 金子还没有回来吗? 是啊。 大厂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跟金子父母了解了情况, 想借此获得金子父母的信任, 撇清自己的嫌疑。 到了8月4日, 女儿还不见回家, 金子的父母又开始担心了起来, 而且不久后, 母亲在女儿的房间里发现了女儿的日记, 里面写了很多关于大厂的事, 并且最近正因为两人的事情而烦恼着, 母亲觉得女儿的失踪是不是和大厂有关系。 8月18日, 母亲去了金子的学校, 跟学校说明了情况, 让学校帮忙找人, 还询问了大厂是不是真的和女儿有关系。 校方其实对大厂和金子的事情早有耳闻, 但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 为了学校的声誉, 校方只说不太清楚。 校方的冷漠让大厂得以继续隐瞒真相。 不久, 大厂的妻子也知道了金子失踪的事, 而且她听说, 金子有可能想不开, 自我了结了。 妻子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日子也没办法过了, 她又试着结束了自己, 但又没成功。 那段时间, 大厂正参加文化英雄的翻译工作, 已经到了最终教稿的阶段了。 8月25日, 大厂出席了出版社的共同翻译者检讨会。 也许是过于疲劳, 也许是一心想着金子的事。 整场会议上, 大厂都不在状态, 问她什么都答不在点上。 大家没办法, 只能中断了会议。 26日, 她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决定去自首。 27日, 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松本和川崎。 28日, 学校执行部的人开始对金子一事进行了内部调查, 他们分别询问了研究所的A还有松本。 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 执行部的人认为应该尽快报警, 但松本却说, 大厂已经决定自己去警局了, 就再等等吧。 因为此事件是开校以来最大的校园丑闻, 校方也担心万一搞错了不好, 而且关乎学校的声誉, 于是就没有报警。 31日, 大厂向一般教育部部长提出了辞职, 开始收拾研究室的东西。 9月1日, 大厂和松本川崎吃了饭, 川崎想到, 事情公开后, 可能媒体会蜂拥跑去大厂家, 那样会影响村子和孩子们的生活。 他建议大厂先和村子离婚, 之后让村子和两个孩子暂时住他家躲避媒体, 还让大厂去警局时带上律师。 9月2日, 大厂给松本打电话, 说要去看一下岳父。 当晚, 大厂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帝国酒店住下, 还带一家人在餐厅吃了晚餐。 3日早上, 一家人离开了东京, 下午3点左右到了靖岗县的夏田市。 这里是夫妻两人度蜜月的地方。 3点20, 他们在夏田冬季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 4日早上10点, 一家人办了退房手续, 离开了酒店。 因为好几天都联系不到搭场, 川崎感到非常的不安, 于是他联系了蠢子的母亲, 让蠢子母亲去家里看看。 因为母亲有蠢子家的钥匙。 开门后, 家里没有人, 很多家具都已经被处理掉了, 空空的屋子里放了几套校医。 这一时, 蠢子的姐姐打来了电话, 说收到了蠢子的来信。 里面是蠢子的遗书和十万日币的现金。 蠢子希望姐姐能帮他们一家处理后事。 蠢子的母亲立即向暮黑区的 碑纹谷警署报了警, 说女儿女婿带着两个孩子失踪了。 而松本这边也收到了大厂的来信。 我辜负了这么多年的友情, 我把事情都告诉蠢子了。 蠢子知道后, 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不想活了, 所以我也选择跟他一起去。 两封信都是9月3日夏天邮局寄出的。 松本感觉大事不好, 晚上10点半左右也跑去警局报了警, 可警察详细说明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 金子的失踪有可能就是大厂所为。 1973年9月6日早上4点左右, 在伊豆半岛南端石狼奇灯塔附近的一处崖下, 一位钓鱼者发现了大厂一家。 那一年大厂38岁, 妻子33岁, 大女儿6岁, 小女儿4岁, 悬崖高度为20米。 在牙上, 大厂留下了一封信, 给大家添麻烦了, 我们一家四口将要从这里离开, 请替我们传达。 接着她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金子的母亲知道真相后非常生气, 严厉指责了学校的包庇行为, 但母亲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女儿。 警方对大厂的家进行了搜查, 还对松本进行了问话, 询问大厂隐藏金子的地方。 可松本却说, 有可能是山上, 有可能是海里, 也有可能是河口湖。 大厂说他把金子转移到了一个绝对没人知道的地方, 可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他再做了处理工作, 那就更难找了。 毫无头绪, 无从下手, 警方产生了一些悲观的情绪。 当时, 警方差点就想去河口湖找人了, 但后来听说, 7月份, 大厂有借过林教授八王子市的别墅, 于是决定把别墅和别墅周边作为重点搜查范围。 之后, 警方在别墅的杂物区里发现了带泥土的铲子, 9月19日, 在附近的一个茄子地里发现了一只红色的高跟鞋, 高跟鞋还很新, 只有左脚, 依据鞋子的颜色和型号, 和7月19日, 金子在新宿购买的鞋子一致。 而且7月19日前后, 东京都内的这款鞋, 只有新宿店卖出了一双, 鞋子的纸带弟弟还保留着, 因此可以判断, 这只鞋子就是金子的。 9月20日, 鞋子的右脚在距离茄子地200米的草丛里被找到。 而且警方在走访中得知, 7月20日下午4点左右, 在金王片商车站附近的一家中华食堂, 有人看到大厂和一位貌似金子的女子一起吃了饭, 梁在食堂里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当天, 大厂穿的衣服和目击者看到的吻合。 还有, 在别墅的抽屉里, 警方还发现了那封写给金子父母, 自称大半女子的信的草稿。 还有一张万页级歌人, 大半旅人所写诗歌的变签。 万页级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 大厂应该是看到了这个变签, 所以才起了一个大半女子的假名吧。 至此, 大厂对金子的所作所为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了。 警方出动了直升机、警犬, 还有三百名搜查员使用检土杖, 在八王子别墅周边的树林、荒地 以及有可能地方进行了搜查, 但还是一无所获。 后来, 因为搜查一直毫无进展, 搜查员员也从一开始的三百人, 缩减成了七人小组。 1974年2月28日下午两点半左右, 在八王子别墅50米远一处崖下的草地, 被人发现有恶臭传出。 挖开图后, 是一个干枯了的女人, 依据发型和她身上那条沉色的连衣裙, 可以判断她就是金子。 至此, 距离金子失踪已经过去了224天。 事件被曝光后, 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大学副教授出轨女学生, 怀孕后又对其下手。 松本川其两位副教授为了所谓的友谊, 知道真相40多天却不报警。 让大厂的妻子和两个小孩被无辜牵连。 校方为保全名誉帮忙包庇, 立教大学的口碑一度跌入了谷底。 后来大厂又被曝出, 她曾经接受过学生的贿赂, 帮学生们走后门录取, 每个学生收了100万日币。 但校方却说, 大厂的职位无法参与学生的招收工作。 事件后, 学校的一班教育部部长和文学部部长引就辞职。 1975年, 校长在配合完调查后也辞职了。 而大厂和松本的老师林教授, 也因为此事, 退休后没能获得荣誉教授。 今天的案件就为大家分享到这, 大家对此案件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汤圆, 我们下支影片见。